這個議程規 我們主要的話會是早上是 比較多是跟OpenStreetMap這邊有關的一些議程 有比較偏介紹性質的 有比較深入的跟程式開發表的關係 下午部分會有比較多的是WikiData 跟Wiki相關的一些議程 下午最後兩場的議程 請來兩個族語 台灣原住民的族語為基的特光者過來 歡迎大家這一整天可以抽空大家感興趣的部分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10點左右 第一位講者的話 他是講我們60萬的教訓 沒有60萬的私事加設不花錢的地理訊物法 他主要是依據OpenStreetMap的圖資 自行用開圓一些方案的架設地圖的服務 那現金版他的長期是在登山社群 我在爬山 然後又協助台灣的地圖 登山地圖的服務 地圖的一些拍法的工作 那我們就把時間就交給他 就直接進到這個議程 謝謝 各位會眾大家好 真的很感謝大家 就是議程第二天來這邊參與 通常這個時間可能人最少 要起床起不來 所以 感謝大家參與 OK 那我們這議程軌 OpenStreetMap跟Wikidata 其實有個共通點 就是 其實可能跟OpenSource 比較沒有直接相關 但它是 籠統一點可以改成OpenData 所以其實我們就帶到主題 不花錢 有些東西 有些資源 你還是 時間成分你還是要付出 但是很大一部分 可以使用一些不花錢的方案 在你想要做的project 或是自己公司的營運上面 所以說 主題有點聳動 沒有就此外 我們來用用看不花錢 所以不花錢就是貫創的這個主題 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像剛瑞瑩講 我也是OpenStreetMap的contributor 等一下會稍微帶到 OpenStreetMap大概 比較出錢的概念 跟一些大家會需要知道的基礎背景 那我自己也是hiker 就常常去爬山 不過 前面半年甩斷手 所以 都沒怎麼在爬 那另外我在 舊心供應科技任職 那職稱是Android Developer 不過 老實講Android比較少碰到 反而是有地圖相關的東西 那個老闆會丟給我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慢慢開始吧 OK 那話說從頭 在2月的時候 衛福部有釋出口罩地圖的API 顯示出每個藥區裡面的口罩存量 那台南好想工作室 這一位應該是吳大哥吧 我介信吳 對 他們快很準 速度非常之快 就是在API出來的隔天 應該是深夜吧 那就已經把相關的地圖 無無見智好了 那就這個 總而言之 比較慫動的標題就是 60萬帳單 讓他倒多了一口氣 OK 好 那我們要先 基本上我們主題是不花錢嘛 所以我們要先講一下 錢到底花到哪邊去了 所以 我先想問一下各位會眾 就是 呃 第一點就是 當然你們一定 都使用 在手機上使用Google的地圖 那我想問一下 大家可能是開發者 可能是 有參與一些專案 或者是可能有做一些委託 可能找朋友 或是找那個公司同事去做 那大家有經驗 有跟Google的API 或者是在 行動裝置的SDK 打交道經驗 不一定是自己親手操作 就是可以請人 或者是自己公司有相關的話 可以請下手吧 Google Net Map 這樣子應該有三分之一吧 我猜 OK 那大家應該就比較 這些收費方案比較熟悉 所以60萬其實應該有一大部分 是會花在 Place API 對 基本上 Map API 它改版速度非常之快 所以 Place API 就是使用者定位 然後可能會找一些周圍相關的 興趣點 每一千次使用 需要花30$ 這個應該是最大用量 不過如果我們 單純是口罩地圖的話 因為使用者可以使用 表演器內建立一些功能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要探討一下說 我們有一個地圖介面 因為地圖介面不可能自己從零座起 地圖介面 它到底 錢會花在哪邊 所以我這邊就把 目前Pricing 加目標抓出來了 它的標題叫 Dynamic Max Pricing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說 可能在 Course 我看一下 Modeloading OK 它有分次數 就是你在使用者使用10萬次以前 那 收費方式是7USD 每Code 1000次 那就給你7刀的價錢 那 超過10萬次 價錢方便會便宜一點 每5.6 那個 每Code 1000次 5.6 那 這個Code 的技術方法 應該 就是 你從Google的Sever 那邊 寫了JavaScript code 所以 我們可以粗略算一下 如果 如果 我們沒有Code Google PlayS API 那 這個60萬可能 會怎麼分攤 算 考想工作室那邊 應該可能是 比較多是在PlayS API 所以 60萬 那 我們NTT 先出一美金 前面10萬次 我們就先不要算 那 喂喂喂 好 那 我們大概就是取一下平均5.6 那個美元 就是最終計價 那 每1000次的usage 所以 我們大概可以得到說 有360萬的使用量 差不多就是 使用者在網頁上開了360萬次 可能一個人有重複多開很多次 那都會再記錄 所以說 第一次看到這個數字 我有點嚇到 欸 我以為可能 扣個1000萬次 2000萬次 才會達到60萬這個帳單 其實 沒有 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那當然一般在公司上 做一些比較小的地圖服務的話 是不會到這個用量 但 今年就真的是 2020還生氣一年 任何事情都還生氣 所以口罩地圖服務 因為 好想工作室他們是率先做出來 所以 他們有這個用量其實也不奇怪 好 那回到我們主題 你不花錢嘛 免錢嘛 如何免費使用 首先 有看過這個介面的舉手 For development purpose only 大家都有經驗 這已經比較少看到 前幾年在 很多政府網頁的話 都會出現這個畫面 這表示說 Google在 叫你call他的JavaScript code 在Webmap的服務上面的時候 會使用你的API key 你沒給API key 你沒給帳單 那他就是跟你說 該幫他使用 那當然 任何使用者 都不會想要 有一個 屏幕擋在前面 對不對 這個網頁也無法正確 載入Google地圖 你看他很貼心 OK 那這個就是正常顯示 啊對 HackMDIP厲害 這個是iFrame直接錢在裡面 所以 所以其實 現在 這個地圖 是沒有call API 那這個是有call API的 You'll get API key 所以 這個是我把 HTML code 放在 IST上 再把它丟進來 所以 兩個東西差別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有一點小 不過 紅字部分 就是少掉的部分 這一算key 我之後就會消掉 所以大家可能還說壞事 好 好 那在 那個 呃 前面你可以看到說 那 是拿到Google的API 然後 斜線JS 那其實 語法相當見明 那就只是插了一個key 它就會顯 顯示出來結果 天差地 你看 那 前面這邊 無法正確載入 有架的key之後 還有衛星檢視 這麼酷炫 甚至小人還可以放在上面 非常酷炫 所以 接近 這個API 它也開始call 還是先不要繼續用下去 好了 當然Google是用免費而度的 好 那同樣 還是Google Map的服務 欸 還是call Google Map JS 那 但是這邊有沒有call 那個API key 那 還是無法正確載入 Google地理 它會這樣提醒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 正確從那個 OpenStreamer Tile Server上 使用到TUFO 所以其實 如果你只是要簡單 host的一些小地方的話 當然就是 拼一說放 什麼東西都沒什麼問題 簡單的MapService 就可以直接 靠這個東西來檢討 所以其實 不過簡單的 就只是在 架式扣裡面 加一些控制項 重點就是這一行 把 OpenStreamer WRG 有個 subdomain 叫Tile 它是它的Tile Server 直接call ZXY 把TNG 在座 只要是 有在寫 地圖相關的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 非常粗淺 非常簡單 不值得一提 不過 讓你大約知道說 就算我們使用 Google的 JS語法 只要我們 正確的操作 其實還可以提供一個 可以 有點看點的服務 那 這整個call 是直接 從OS Wiki上抄下來 所以這邊有連結 所以有空的話大家可以點一下 那 看一下相關的東西 好 那回到我們主題 我口袋留60萬嗎 沒有 那這邊 我這邊地圖服務 有用嗎 欸 看起來是免費的 有免費 不花錢 所以我們這個 一聲鬼結束了嗎 OK 當然沒有啦 首先我們要先搞懂說 剛剛在Calser 這邊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那個 不好意思 重複一下 我去年 那個在議程裡面 講過的東西 簡單講一下 Tile的小知識 首先 目前我們網路地圖 會使用的東西 我們會稱為圖磚 但它不一定是圖片 它實際上是 一種資料的規範 主要是說 它將地球的表面積 三大洋五大洲 投影成一個正方形 當然它實際上不會打正方形 總之 投影方式可能有一點有虛 但是沒關係 我們是網路地圖 我們沒有要做什麼地質學 做什麼很精密的計算 所以這是沒問題的 只要網路分發出來就好 所以 每一層它都有Roon Level 在Z等於0 Z代表是Roon 縮放範圍 在等於0的時候 這個正方形代表全球表面積 等於3 差不多澳洲大陸 Roon Level每加一級 就把之前的正方形 再做4等分 所以差不多會長這樣子 這邊是Z等於1 三大洋五大洲 這邊就是Z等於1 所以有四塊的圖磚 代表全世界 大家稍微有點概念 在Z等於6的時候 差不多等於全開洋的範圍 然後再一直4等分 4等分 在Z等於10的時候 差不多等於整個大台北地區 那14的時候 差不多是整個台大校總區 這個小東西記起來 還蠻有用的 OK 那這邊也是介紹去年的圖片 先有點難 所以在 這邊是Z等於8 不好意思 這有點小 差不多有6塊的圖磚會涵蓋到台灣 那照這樣算法下去的話 從Z8到一直到Z14 台灣整個範圍裡面 大概會涵蓋2萬4千塊的圖磚太龍 對 雖然我叫圖磚 但是它不一定是圖片 只它通常是圖片 那我們剛剛在 所以 OpenStream的TileService 這邊 到底也是個PNG港版 好像有點慢 sorry 好想工作室 是第一個做出來的口罩地圖 那 昨天我半夜有點睡不著 所以 我就打開口罩地圖 大家協作的頁面 差不多 最前面WebService 它排了 洋洋沙沙烈的60個專案 真的是 非常熱鬧 所以我就 一個一個 慢慢點開來看 大家用到的Tile 到底是哪種東西 這邊我不記錄 他們使用的 那個 前端顯示的技術 而是 看他們使用的Tile 到底來自哪裡 Google的話 11吧 NLSC 就是Google的交通局 差不多16 不過 有兩三個是政府機關自己 發布的 那OSN使用量是最高 不過這也不能說 大家都很喜歡用OSN 這我等一下解釋 那 另外有一個 我不太熟悉的 Carto 我只知道有這個Map Service 但是其實 不太清楚 但是它 其實用量有多多 那Matebox的話 則是 去年我有介紹過 則是一些 比較新興 然後 算是Google Map 替代發的第一選擇 然後 這邊我最開心的是 OpenMap Pires 剛好是去年我講的主題 也一位開發者 他是把它做成3D地圖 也就是 Vector Tile 這個相對傳統圖片 你可以取得它裡面像樣的資料 所以可以做出更多活動 那對 它就是自己 放置在上面 那這邊有個比較 好玩的就是 OpenReal Map 鐵路地圖 不想為什麼要用這個圖 不過 其實還滿有多樣性的 那剩下 Unknown就是說 欸 地圖服務掛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得知 這邊差不多統計了 就是 寫錯平台上面 前面60個地圖服務 那 這邊照順序的話 是 大家 那個排列順序 像是 好想工作室第一個出來Google 所以他會 我會把它排在前面 那第二個 是 台南 江明忠 江大哥 他愛好應該叫Kiang 他自己做的地圖 就是 率先使用NLSC 那後面大家 就是 照聲去排 就是 比較快的大大 就是 會使用OSM卡通 那我當然就慢慢記輸 慢慢記輸 所以 大家其實 都有在使用Ti 其實 我前面講那些免費組裝 大家其實都 心知肚明 那 前端顯示的架構 這邊有快速帶過 Google Map MacBus RG10 那比較小巧的話 大家還蠻多選擇 幫忙使用DeepLate 因為 整個 JS Code 大概就138KB 而已 但是 DeepLate 跟OpenLayer 算是比較主流 比較小型 不過 通常就只支援 Browser的Render 他其實沒有在 手機 Mobile App上 有任何的支援 更正 DeepLate 還是可以在手機上顯示 只是他沒有支援 原生的Native App 他沒有什麼Java Code 但手機還是可以顯示 OK 好 有點慢 好 使用塗磚的好處 當然就是 無序處理手電機構 那 壞處就是說 會需要 可觀的流量 為什麼 第一個是圖片 你要顯示清晰的話 那圖片至少 呃 解析度不能太差 所以 你在說放放的比較大時候 你還是會需要做到 磚額範圍的圖磚 所以我剛剛講到Z14 對台灣大概有2萬4千的儲存 但是一般在Tile Server的話 他需要讓使用者使用到Z19 所以 4倍4倍 當成下去的話 14到19 4的5次方 所以整個host的用量相當可觀 雖然大家也不一定 每次會去那邊玩說放 但是 做一個Tile Server 絕對是很花錢一件事情 所以 使用別人的Tile Server 絕對不算 不算是那個免費方案 所以這邊我們就帶到 OSN Tile Use Each Policy 在OSN的Tile Server 它有一個使用手折 OpenMap Streaming Data is Free 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 for everyone to use Our Tile Servers are not 剛剛那一串ZSI 就是Tile Server的網址 其實 你用量會受到限制 那 如果你只是一張block用 那完全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是在 原來很可觀 像這是 口罩地圖 可能一下用量衝一下 很高 啊 可能過一週當下 那這個使用情境可能就不好 OK 那剛剛提到過 OpenStreetMap Data is Free 那就提 這邊 提到說的是 ODBL Open Data Base License 意思就是說 Database送你啦 我這邊 Database持續更新 那 使用者要copy 要dump 要接取一小部分 要自由改制 要自由的editor 都完全沒問題 當然 從 有權利 那你有義務 衍生的資料庫 或者是衍生的作品 你會需要標明他的授權條款 相同的方式分享 那 就算 你 可能用一些DIN的方式 去限制他的存取 那 你還是要有另外一份 被分保持開放 那這邊是比較細節 不同 有多細節 那其實跟我們 目前政府 Data.gov.tw 的OGDL Open Government Data Base Library 其實算是大同小弊的 好 好啦 那 呃 又開另一三場 Google Maps 跟OpenStreet Map 很多人 就是網路上 或者是 諮詢員會拿這兩東西來比 但 經過剛Open Database 會說 不一樣東西 怎麼比 剛剛提到說 Google的Place API Google JavaScript 會需要APIP 那其實提供 Google當然有自己的地圖資源 但是那些東西是不可見的 它給使用者的Service 其實分非常多 不只這八個 我在Google Console 那邊 應該有二十個 我只是接取一部分 所以它是 Full Series of Service 非常非常多服務 會使用者專門定制 那 你也可以準確取得你想要的功能 那 OpenStreet Map 是怎麼一回事呢 它沒有什麼魔法 它就只是 有一個Data Base在這邊 那 定期它會把Data Base 可以做出Dump 就是你可以下載 或者是把它切成一些 較小區域 那使用者可以自由地去做使用 那當然需要遵守ODPL 那Tile Server的話 則是 在這些Dump這邊 在做加工 然後去進行 NAP Tile Server 在讓使用者去做價值 所以 其實免費的部分 就是Dump這邊 但是Tile Server的話 它不是免費的 OK 那 跟Google Map 比 OpenStreet Map 雖有點簡陋 但是 還是有點好處 像這個 陳兵瑋紀念公園 在Google Map上 現在是在 宮古島 是吧 通常會有一些 有趣的景點 可能不存在 或者是 可能真的存在 但是你找不到 但 因為它有使用者 新因素 有使用者喜歡這個景點 在Google Map上 就 你不掉 在OpenStreet上 是不會這種事 因為 既然Database 大家可以自由修改 那 當然也會快速的修正 好 那Flo其實非常簡單 有一個 基本Database Dump不出來 那特有資格格式 這邊就不細題了 那 Dump不出來的格式 就是 比較方便查詢跟 傳輸 那經過一些簽註語之後 或者是你再加入一些 其他的Data之後 那 大家的那個 看家朋友的話 會在這邊 Magic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是最終出來 通常使用的格式 會是Tiles 就是剛剛講到的 Z 就是不懂縮放層級的圖磚 好的 那 簡單帶過來 就是NLSC 在塔蘭地方的話 圖磚是符合WNTS規範 所以說 你可以選擇很多不同圖層 只要你的軟體有直接WNTS規範 那強勢強在說 大陸D級圖 因為都是台灣自己做調查 所以說 非常準確 可能比OpenStreetMap 可能比GoogleMap 還要做一些比較細的描寫 但是他只有隔向圖端 Roster Tiles 那Maybox的話 則是有完整生態系 那 他很多的那個 制定的 地圖的樣式 也都非常漂亮 制定性也高 你可以在他的那個 那個 工作坊裡面 自己制定說哪些 圖針要顯示的 亮 暗 或者是消失 或者是做更多 有趣的那個 操作 OK 那最強就是他 你上傳可能一個 上傳一個 他可以直接幫你做人 Tiles Service 所以這是可以觀看 好 那不好意思 時間不多 所以我這邊大概帶過一下 Maybox的話 他其實 就只是說 Tiles Service 人家要收費 而且這種東西就是 相當於把懶拋 給人家握在手心上 因為 這是2019年 你可以看到說 每一千個 Wayman Views Task Co 收0.5塊美金 但到了今年 直接漲十倍了 對 五塊錢 前面是免費用量 五塊 四塊 三塊 但其實你看到 他那個 東西說漲說漲 政策變就變 所以你絕對有備用方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MapTaller我先跳過 不好意思 所以 依照自己的方案的話 你會需要說 你在前端前面熟悉什麼 那你可能會需要 XYZ 或者是可以 變換圖層 或者是一些資源特殊格式 要是這些 都不是問題 工程師都可以搞定的話 那 可能可以選擇 單純圖片 或者是相當圖專 那當然 在我們這次口罩題目上面 還是會需要考慮到 使用人數 跟使用週期 對 週期就是說 2月開始 現在 8月 半年過去 好像 服務停掉了 完全沒有在做 但是 一開始使用用量 是充很高的 所以 這些都會需要 納入考量 那最重要的是 你口袋深度 有錢一切沒問題 但是 通常大家都 沒什麼錢 好 那這邊 想一下我這邊的需求 最後5分鐘 不過沒關係 很快 因為這個很快 好 我自己使用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山域使用 所以會需要 擷取一些歐盛基本圖徵的參數 像是說 這個步道它 是封閉的 它是危險的 還是它是 需要 考量高強度的 那還需要一鍵使用 更新頻率也要高 因為 山有的需求 有時候有一些水源 馬上就乾涸 有一些步道可能 連九十就荒廢 都會需要做調整 那也會需要支援台灣跟英文 那當然 前面都是要求 但是最後一點 僅提供台灣地區就好 因為我不想做國外登山服務 所以 台灣地區 僅提供台灣登山地區 就是小範圍的圖端產製 所以說 其實 這東西就是 給了一個很大的優勢 不只需要產製小範圍就好 所以我用的東西 要講到 不花錢的部分 Google Workflow 這邊有人把那個 Google Action Google Flow 放在你們公司的CI局 下手 有嗎 就是 GeehaVation 對 對不起 GeehaVation 對不起 GeehaVation 各位只能講到Google 對 GeehaVation 只要你是開源專案 基本上 它使用的 工資源就是免費的 那 第一個 可以使用通效額 就是定時去做啟動 所以不只CI 不只你去做推送 其實你可以是定時做服務的 再來是可以從Google上 拉任何感興趣的image 因為是Open Source 所以它是有真正免費 雖然不曉得密約期多久 但是至少它是真正免費 你不需要收支源的方法 你不需要把信用卡交出去 對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 簡單的Proof of Concept 叫MapsDue 那這邊大家可以點一下 那實際上是使用三個YAML file 去做一個Maps Service 哇 沒時間了 喔 那使用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每個小時 我都去特定的地方 去拉最新的OSN WBF 就是 OSN台灣地區的最新備份 那接下來 使用OSN C2 開源工具 去把它切出台灣地區 啊對 啊對 跟整個Release 在Gitart上面 所以 基本上 到Release裡面 它會包含最新的資料 定時去拉 定時使用 工具去做更新 好 那 我把 這個 備份 更新完之後 再上成到Release 以供下次使用 接下來 做 步驟第四 我到Github page 就是 Github就是 給你一些 呃 可以讓你 host static的資源 所以 我再使用一些開源狀態 去產生 Tile 那最終 或是把 產生的Tile 台灣地區可能 呃 也不算到兩萬四千塊 可能差不多兩萬塊左右的 圖� 扛滅到Git裡面 不許到Github 把圖� 扛滅到Git裡面 聽起來很精熟 但其實 只限台灣地區的話 其實還好 那 daily fetch 跟後面兩個步驟 就是比較 呃 算是日常使用 這跟 一般使用 比較沒有相關 那 我這邊 使用TileMaker的好處是說 我可以直接從 OSM的資料格式 一步換成Piles 不需要在自己 host database 不需要再做更新 只不過 比較麻煩的是 每次都把圈灘地區 Render出來 但其實 時間還好 因為Github還沒有被磨 對 所以 每小時我都去做 十七小時 十六小時 對 每天我大概會去 更新一下備份 所以 實際上之前 我Render圈的圖� 從 Z8 到Z14 每次都花了五分鐘 六分鐘 七分鐘 其實 這個用養應該還好 不會被特別抓出來 所以其實 我又已經 使用Github Warflow 完成了一個Map Service 那我也不需要做任何TileMaker 它就定時啟動 定時去做 圖磚產製 那台灣地區的話 每小時 更新的圖磚可能也不多 因為也不是每次每刻都有在編輯 可能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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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就更新 三到五塊圖磚而已 除了你第一次產生圈磚圖磚之外 每次你更新的圖磚可能就幾塊而已 那 這個有點醜醜的 那個 Nap Style 是 我這邊做資料掌持 因為 是Vector的屬性 所以 可以看到一些 OSM原油配合在裡面 那 你要把它 Render出來 應該是沒問題的 使用的圖磚都一樣 只是因為它是Vector Tile 所以 可以Render成不同的形式 那就FRO的使用情境 對 圖磚都一樣 只是Render的方式不一樣 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放在GitHub page上 對 那 為什麼 我說時間很夠呢 因為 因為 這個東西 實際上做起來 是GitHub workflow 所以 其實你只要到 我這Map Studio專頁去Folk 然後 再Bub 然後在GitHub的setting page裡面 再把 GitHub Action的選項打勾 就是 允許它 硬式啟動 那就沒問題 你也不需要寫任何code 就是Folk一下 設定改一下 那你自己的Map Service 那實際上 你要去更新台湾地區 或者是其他國外地區的話 都沒什麼問題 只要你更新的範圍夠小 那就是個免錢的服務 雖然有點許小 但是 至少還是達成了 這個Map Studio的努力 好 那 不好意思 時間不太夠 結果 Map Studio專頁貢獻 我沒有幫他講到 好 那這邊我就 先 體驗著 那 看一下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快速發問 因為我們這陰層鬼才佛景 大家可以再開放一個問題 也沒有人想要發問 大家要是背後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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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Oliver 請他們準備一下 等等的 然後等一下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等一下還要在這場的話 就請大家盡量往裡面做 因為可能還會有人 如果是會今天出出的 會今天出出的 直接做第二 掰掰 我們現在第二場的演講 是演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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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如果要出去的話 就請快 換場那 然後如果還在場那 的話 就盡量往 教室裡面做 那 我們這次第二場的演講 We Watch The City 那今天呢 剛剛截圖 紀錄百貨 自然語言 然後智慧情報交換平台 就 主要等語言科技的兩位 打達者 Telework 就 那主要會就 利用 EKDATA 高分訊號的資料 來達成一些 一些報案啊 或者一些 緊急通知一些 結構化的 去讓他能標定他的一些 位置 以及他的嚴重 以及他的性質 的分類 那我就把時間 交給他們兩位了 所以 他就說 他就要 說這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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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